我今天會教大家做這個有機果汁沙冰 不如我們看看有甚麼材料 首先我們今天選了一隻有機果汁 另外我們還要準備一盆冰 還有一個美麗的杯 小朋友 首先要準備冰 首先製作冰 小朋友可以遷就自己喜歡吃什麼口感 大約製作冰 但份量大約是一半果汁 一半冰粒 然後將它倒入攪拌 之後將有機的果汁倒入玻璃杯 份量大約一半 然後將它加入攪拌機 然後將它蓋好蓋 然後開始攪拌 小朋友 我們大約攪拌到這樣的質地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可以慢慢用筋 將它塗入玻璃杯 好 我們今天這杯好美味的有機果汁沙冰就完成了 我們這杯有機的折木骨果和蘋果汁 其實是含有豐富的維他命A、B、C 可以增強免疫力和舒緩上呼吸度感染 所以其實是非常有益的 而下一期我們會教大家做這個有機的薯餅 大家記得收看 拜拜